杨仁文这个演讲 在台湾引发了 这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讨论 我们刚刚听了亮哥 听了这个蔡委员的 这个讨论之后呢 我再请教一下丽将军 特别是他讲说 台湾随时可以被牺牲 被美国牺牲 所以国际间确实 大家都这样看 所以今天我看到一些 大陆媒体的一些报道 大概就是事实的陈述 他讲了什么 他讲了什么 大概没有什么 太多的一些评论 我原意怎么看 这个中国人帮脸 特别是这个马英九 据说是蛮赞赏的 两次激动起身 然后对于这个细节 一直要问 他特别去追问这个王仁文 有没有把这个东西 拿去跟大陆讲 王仁文说以他的这个身份来讲 他并不方便 但他日后有杨仁文 他日后呢 他会有机会这样讲 马英九看起来是怎样 知识心动的 那侯友宜呢 那大陆的态度呢 根据你的了解 2015年 连战跟胡锦涛见面的时候 连战有很清楚的 跟胡锦涛建议说 是不是考虑一下 两岸关系 模拟或引用 邦联关系来定位 当时的胡锦涛说 这个可以研究一下 这个对话很清楚 是连战亲口跟我讲大 所以我可以确认有这么一件事情 但是后来因为很多因素 这个似乎台湾也没有成熟的环境 所以也没有办法在台湾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 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 台湾都很自信说时间在台湾这一边 而且国际上充满了中国崩溃论 我们书店里面都出了很多姓谭的啦 姓什么写那几个文章 所以在台湾的气候上啊 刚好也就是自由时报成长的时候 自由时报的老板林荣山是 国民党的监察院副院长 那因为他当不上监察院长 后来就配合李登辉 然后接下去 就有一连串自由时报 走向台独路线的这么一个 高举台独歧视的媒体的状况的出现 那他当然呢 对于任何人只要提到说 有一点点统一的气氛 他都会激烈的反对 这自由时报我们很理解他的状况 而且不只还要丑话 他讲的刚才那个阿亮哥讲 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那我们话要说 要谈我们跟新加坡的谁恩谁仇 我看台湾欠新加坡应该比较多 人家借给你用孤翁会谈 人家借给你马锡会 人家在这个外交场上 帮你多少忙 我只能说一句 自由时报所代表的民进党政府 忘恩负义 简单讲 这个这种忘恩负义的程度啊 可以在关公面前自杀都不为过 那我要提的一点说 杨龙文提这个观念是他的判断 他的战略判断 他的好意 跟他什么事啊 跟他好关系啊 跟新加坡什么关系 他是觉得时间不在台湾这一边 他讲的是主要一个观念 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 是快速的跟台湾的差距拉开了 所以你现在不谈 以后差距更大 你更没有谈判的本钱 而且你所能够得到的条件 越来越少 你现在也许还可以谈到邦联关系 搞不好以后 连特别行政区都要不到 对所以我不想问 这个是杨龙文他善意的提醒 那这个提醒你认同吗 我不能说我认同或不认同 因为这个时事不在我们控制范围 你认同也没用 你不认同也没用 那赖清德讲很清楚 我们台独已经走了这么远了 怎么可以回头呢 这在纽约讲 他说我们已经走路走到一半了 怎么可以回头 那是他们的政治判断 或者事实的判断 那事实的发展到底是 是根据赖清德的判断 自由时报的判断 还是根据杨龙文的判断 那这个事实的发展 跟认同无关 认同是主观上的想法 但是客观上的发展 又另外一件事情 那我们回过来谈邦联 这是一个涉及到 领土主权的问题 那领土主权的问题 现在民进党想要很努力 利用中华民国这个体制来台独化 把中华民国当作一个独立的台湾来处理 而且完全不提说 中华民国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诞生下来的国家制度 他不谈这个问题 也不谈1912年是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 然后搬到北京去 完全不提 那他觉得说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 庄重没看到 他要利用的是1950年以后的中华民国 所以他讲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就是两国论 简单讲两国论 看能不能利用中华民国 来形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个他们的主观的认同期待 可是客观情势是不是这样走 杨隆文至少不同意啊 那有哪些国家同意说 你这个行得通呢 我看也未必行得通 为什么 因为你几乎没办法用中华民国 参加任何国际组织啊 没用中华民国建立任何外交关系啊 有啦 史瓦帝尼啦 那但这个是了背一格 我们也不必太当真啦 而且他还称你是 台湾共和国 而且蔡英文至胜 开心的不得了 他会不会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还是真的有办法实践 不是白日梦 这个东西就是台湾人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而且这是很严格的考验 你可能要得到 你可能全部毁灭 都有可能啊 我们不可能 在一场所谓的统一战争的时候 会有办法像乌克兰一样 还维持半壁江山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必须我们去很认真的 我们也不必催说 我们国军多英勇多了不起 我们连买武器 保护我们国军弟兄的武器 都买不到 何况要靠国军弟兄 用手上的武器 来保卫整个所谓独立的台湾 那更是圆木求鱼 至少这我是事实判断 我这个不是认同主观的 我事实判断就是如此 将军不要再看我 因为武力的差距越来越大 讲到地震 讲到地震 那如果说台湾大陆两边是一个邦联关系 就是两边都是中央政府 但是两边只有局部的独立主权 外交关系统合 国防关系统合 其他各搞各的 这个就是一个邦联 最早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关系 也是从邦联发展起的 那那个美国的13州 也是从邦联发展起的 刚开始美国独立的时候是邦联 他甚至于连中央政府都没有 他只有一个国会 没有中央政府 他们的这个美国总统是已经 独立很久以后才出现的 这个大家只要理想说 他是邦联发展成联邦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说 再不以这个 这种帮引用邦联的模式可以出现 有一个比较最近的类似的案例是哪里呢 就是北爱尔兰 你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领土吗 英国说是 是不是爱尔兰共和国领土 爱尔兰说不是 可是有趣的是什么 北爱尔兰政府 是要参加爱尔兰共和国的内阁会议 也就是说这个 对这个英国政府来讲的话 是我的领土 政府归你管 简单讲这样子 然后呢 他又可以在欧盟里面有一个 一个立足之地 所以就变成一个很特殊的 一种多重主权的一个安排 但至少不管这个安排 如何 他至少结束了北爱尔兰的内战 那北爱尔兰的内战结束之前 他的人均GDP一万块美金 然后到现在是十万块美金 这个就是他多方面拿到好处 英国要给他好处 爱尔兰共和国给他好处 欧盟也给他好处 所以他占尽所有的便宜 那现在说自由时报就是说 他赌一个就是我们要成为 他也包括民进党 我们就赌一个 我们可以用武力达成 这个主权台湾独立的目标 那美国百分之百会听我们 我也不能说这样的认知 有些什么不可能的地方 只是我是觉得时间越来越遥远 机会越来越渺小 所以他这句话也讲了大白话 就是拿台湾跟乌克兰类比 美国完全不会介意 然后他认为说这个美国 可以随时让台湾牺牲 这句话跟 其实这句话只是 是米尔斯海默教授讲的话的翻版 米尔斯海默怎么样 他曾经在2019年写过一篇论文 叫Say Goodbye to Taiwan 就是跟台湾做再见 他主张美国跟台湾做再见 那很多人以为说 是不是美国就不出兵台湾 答案不是 因为米尔斯海默的论述 他是所谓的公式现实主义的国际经济学理论 国际政治学理论 他的理论是什么 他推测当统一战争爆发的时候 美国会放任台湾让中国解放军来攻打 不会帮助台湾军队来防御 但是他会在外线作战里面设法 趁机削弱解放军的战力 这是他的说法 也就是说 从解放军的观点来讲 他打的是一场战争 内线作战就是针对台湾作战 还有防止美军的介入 那美军的作战的战略思考是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技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